给我们一起来解释一下他们的结构 这个战神一号应该说是一个瘦高个儿 有差不多一百米长 两位专家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其实这个头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第一机就是我们它这次重点要试验的 就是一个固体的铸锤火箭 第二机是液体铸锤火箭 但这次只是一个模拟 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液体火箭 因为这次试验的主要目的 就验证第一机固体铸锤火箭 它能性能怎么样 再往上飞船逃一趟 都不是真正的飞船和逃一趟 都只是模拟的模拟 因为第一机飞到也就是飞什么两分多钟 飞到39公里以后 上面那机就跟第一机分离了 主要验证第一机的特性 它这个火箭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它是用了成熟的技术和通用组件 它的第一机实际上就是用航天飞机的固体助推器 改进过来 航天飞机固体助推器是四段式可重复使用固体助推器 它为了提高推力采用五段式 这个固体助推器发射以后 它可以回收的 可以重复使用的 第二机它用的是土星五号的液氢液氧发动机 土星五号的发动机是叫J2 它经过改进叫做J-2X 所以它是用成熟的技术 第二个特点它就是一键两用 它这个发射的飞船既可以去空间站 以后还可以去月球 而且它的可靠性也很高 它之所以用这些成熟的技术通用组件 也是为了减少成本 减少研制周期 而且它可以重复使用 它可以回收 没错 战士一号的研制周期应该说是非常短 差不多才三年多的时间 04年到现在也差不多有四五年的时间 应该说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那我们现在也来看一张试衣图 来对比一下战士一号 还有防天飞机 还有土星五号 阿波罗计划的土星五号的一个对比 我们试衣图出来了 土星五号当时是阿波罗计划的一个主要的印太工具 土星五号是个大个儿 有110米高 现在也是运载火源中最高的 这个战士一号出来以后 它是老二 以后战士五号出来以后 就是它就老三 战士五号就变成老大了 它这个细高条 我们有的人开玩笑 我们叫太空美男子 但是细高条呢 实际上其实发射过程中比较难控制 好 感谢观看